当今中国 人们除了消费本土商品 也在享用着越来越多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丰富物产 与此同时 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 也越来越喜欢中国制造 为了让全球消费者 更多地了解和购买中国商品 中国的大数据专家 正在利用大数据 进行商品的精准营销 这是王率民 今年第五次来到印度孟外 他所在的公司 主要从事中国商品 在海外互联网上的 广告媒体投放业务 工业革命 带来了商品的极大繁荣 广告业随之兴起 科技的进步 进一步激活广告能量 使之进入千家万户 与传统广告大面积曝光的 粗放式投放相比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让广告的投放 更加讲求高效和精准 通过一些大数据 分析我的客户的一些种类 他的消费习惯 对吧 那么可以去主动的 对吧 去主动的去引导这个消费 对吧 这不德鲁克讲过吗 就是说优秀的企业呢 你是满足客户需求 对吧 伟大的企业呢 创造客户需求 此次印度之行 王率民的目的是要做 国产大数据精准营销系统 与印度大数据精准营销系统 的融合测试 最终把中国商品 通过互联网 推销到海外 对那个图文信息 进行结构化 包括视频进行结构化处理 把信息抽出出来 知道这个图片讲的是什么 知道视频讲的是什么 把内容抽出来以后呢 去跟我们的那个 文本语义分析 去结合 然后呢 我们把中国 那么多的电商商品 尤其是EU那边的小商品 全部就通过 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结构化 结构化以后 变成一些文字信息 都存储在我们系统里边来 和国外的 印度那边的 投放系统去对接 就能在国外的网站上 展现出来这种商品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特别是电子商务的推广 商品的广告宣传 已经从传统媒体 向互联网转移 在网络上的消费 正在成为主流 印度在全球IT 外包市场独具优势 此次参与测试的 印度团队 凭借着拥有 全球领先的 互联网广告经验 早在两年前 就被王帅民所在的 中国企业收购 随着信息技术的 不断发展 网络信息的呈现方式 也由文字 扩展至图像和视频 传统的文本搜索技术 已经不能满足 大数据收集的需求 这次测试的 国产广告媒体 投放系统 就增加了对图像 和视频的识别技术 测试工作如期进行 突然 印度工程师躁动起来 他们发现了一个 匪夷所思的现象 在中国籍的投放过程中 我们在国内投放的时候 数据都非常显示正常的 但是这个系统 通过两个系统连接以后 在国外投放 就发现它的展示也有误 点击也有误 甚至成交是为零的 这么一个现象 在中国和印度的 两个系统连条测试时 印度工程师发现 有中国商品 始终无法投放出去 这个商品便是中国节 如果解决不了媒体投放问题 将最终影响 中国商品的出海销售 5800公里外的北京 王帅民的同事们 正在让计算机 对数以万计的照片 进行机器学习 这次中印系统连条测试中 使用的图像识别技术 正是出自他们之手 技术团队对中国企业 进行了再次检测 发现两个系统 都可以正常识别 这说明测试系统的 图像识别技术 并没有问题 这让王帅民更加困惑 此时的王帅民并没有意识到 中国节在印度的 大数据精准营销系统中 无法投送 其实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而是由文化差异造成的 在国外的节日庆祝时 与其相关的不只是火机 还有圣诞树 红酒等商品 而中国节是中国文化 特有的节庆物品 印度的大数据精准营销系统 无法把中国节 与国外的节日庆祝物品 联系起来 中国节便无法在 国外的网络中投放 技术团队第一时间 给中国节添加了详细的标签属性 并利用自行开发的 中文知识图谱系统 打通了两套投放系统之间的 商品联系 使它能与西方节日 火鸡 糖果等联系起来 再次把中国节 导入大数据精准营销系统测试 两套系统的投放效果 终于一致 系统内测虽然成功 但在飞往迪拜的航班上 王率民仍放心不下 如果再次出现中国节 这类的商品投放问题 将直接影响 接下来的商务谈判 迪拜 全球知名的经济和金融中心 印度的大数据精准营销系统 就是在这里 与全球的互联网连接 推送数亿亿计的商品广告 王率民此行 便是与这里的广告媒体投放公司 进行商务谈判 中国电商平台的全球化布局 帮助大量的中国商品通过互联网销往全球 中外电商企业瞄准这一商机 开始了跨境合作 认识人们的需要 和认识一些商业规律 一直是人们的这种理想 有了数字信息 就可以提供一些有针对性的服务 如此呢 一方面可以让这个有针对性的服务呢 它的价值相应地提高 另一方面呢 可以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 大大的降低成本 而政府给消费者 给这个服务商都带来了供应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随着指令下达 跨越中国 阿联酋和印度的大数据精准营销系统 联合上线 一条连接中国与海外的互联网丝绸之路 正式展开 我们现在投放的客户呢 与日俱增 原来只有一百个客户 现在已经变成了 你少千个客户 因为毕竟现在中国 是一个极度开放的国家 我们想促进中国的商品 能够走向海外 实现全球买 全球卖这么一个想法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 全球更多的国家 希望与中国建立一个 便捷的贸易通道 数字经济时代 跨境电商恰恰抓住了 这样的机会 它不仅满足了 各国消费者的商品需求 也促进了各个国家间的 文化交流 也不仅满足了 1 2 3 3 1 1 5